好,那咱们继续看课 然后把前一天这个单链表没有完成的部分 咱们完成一下 那在完成之前呢 咱们说这个 说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关于这个私有变量 私有变量 那天在给大家写的时候 写了一个单写线 对吧 私有的话应该是双向和线吧 然后把程序改了一下 然后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在哪 咱们运行的时候 底下打印的时候便利是不是没有换行 对吧 如果在pathom2当中的话 想把这换行给它关闭掉 怎么去关的 加一个豆花就可以了 那在pathom3当中呢 n的等于 我们给它换成一个空格就可以了 用空格来代替你杠人了吧 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 我们在最后的时候 我们在最后的时候讲了一个在链表尾部添加元素这样的方法 那在链表尾部添加这样的方法的话实际上是有一个名字叫做尾插法 叫做尾插法 然后呢 今天呢 咱们继续往下来写 把这个在链表头部添加元素的这个方法给它补充上去 这个就应该是 头插法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说在链表当中的头部给它添加一个元素的话 那应该什么样的情况呢 我们把这个这是链表的尾部还是指向南 这时候需要有一个新的节点是400 那这个新的节点的话 我需要在链表的头部给它添加上去 也就是说在这个hide跟这个头节点之间添加一个新的节点 这个新的节点会作为链表的头节点 那这时候的话我们看一下怎么去插入 怎么去做 新节点是不是一上来的话 它这个也有一个next域 新节点一上来的next域是指向 指向南的吧 我们在一构造的时候 是指向南的 这时候新的节点有了 那我们现在应该是把新的节点挂载到整个链表的头部 那你想我应该怎么来做 它最终形成的一个效果应该是链表的hide指向新的节点 然后新的节点去指向原有的首节点 这样的话相当于我把新节点是挂载到链表的头部了吧 这是最终达到的一个效果 那你想我 我怎么样能够把这样的一个初始值给它改到刚才那样的效果上呢 怎么去改呢 想一下 我如果说这是链表的那个hide存放的是原有链表的首节点100吧 如果说这时候我先说save点hide去等于新的这个node 这也是达到的第一步吧 然后紧接着我让新节点的这个next语去指向原有链表的后面这部分吧 可是你看这样的情况下我是把原有链表整个都丢掉了 对吧 原有链表的首节点我是需要通过hide来找到的 现在hide已经被指向我新的节点自己了 那新的节点再去找原有链表的话 那些节点是不是都找不到了 对吧 也就是说我在去改的时候得有一个先后的顺序问题 我必须先让我新节点的next语去指向hide所指向的这个节点 对吧 然后我再让hide指向我新节点 这个情况下是不是就不保证呃就能保证原有的链表的所有节点不丢掉 是不是这样的过程吧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一块怎么来写 怎么来写 这是爱的 我们定义的是在链表的头部来添加元素 要在链表的头部去添加一个元素的话 我首先得把这数据元素构造成一个链表的节点吧 对吧 所以一上来 还是node应该去等于我们使用的这个类 把item这个数据 给它封装成一个链表所需要使用的这个节点吧 节点有了之后 也就是说相当于这个400这个节点有了 有了之后的话 我们刚刚说了 为了保证原有链表的所有节点不丢掉 我应该首先的去操作我新节点的这个next域吧 让它去指向原有的首节点 所以紧接着第一步应该去让node的点next 这node的点next是不是就指的是这个next区域啊 让它去等于原有的self的head吧 我现在已经给它改成双下滑线了 那现在一想的话 我们把这句话拿过来 我们说刚刚这一步所做的工作是self是node的点next等于self的点儿 下滑线head吧 对吧 那这时候我们来看 包括咱们在上次课的最后的时候 一直在去使用的是等号 也跟大家说了 在pathon当中 这个等号实际上就意味着这样的一个指向问题吧 所以我们把这个新节点的next域去指向原有的首节点的话 是不是就相当于是等号了 这等号就相当于把head所指向的这个东西 复制给next 也就是说让next域去指向新的节点 这时候有了的话 那接下来的话就应该是让原有的这个head的指向 指向我新的节点吧 那这一步就应该是self.head 等于node吧 好下来应该是self. 杠杠head 他去等于我新建的这个node 对吧 好那达到这样的效果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的一个链接 一个新的链表 是不是就形成了 那新的形成之后的话 我们要考虑的是特殊情况吧 特殊情况就是一开始链表是一个空链表 也就是说在一开始的时候 这个head指向的是一个next 对吧 没有任何的节点 那这时候看一下我们所做的工作可不可以 一上来新建一个node 产生了一个新的节点 然后紧接着做的操作是node.next等于self.head 那这时候相当于什么样的 一上来一开始的这个node 这个节点也是指向空的 然后执行的话是node.next等于self.head吧 head这个东西指的是谁 是none吧 所以也就相当于新节点的这个next语 是不是没改变还是none 然后紧接着下一步是self.head等于none吧 也就是说让self.head指向node 看一下原有的链表是空链表 我给它挂一个节点上去之后 要达到的最终状态 是不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所以说我们写出来的这三句话 是不是能够处理这样的一个特殊情况 也就是原有链表是空链表 是可以的吧 好那我们保存一下 保存一下来验证一下 我们还在这块去使 只不过是在先添加了尾部 添加了一个1 再尾部添加了一个2 然后我们在这里面 l.add 在头部去添加一个8 那想一下 那最终形成的效果应该是这样的 应该是8 12 3456吧 我们来运行一下 看效果是8 123456吧 也就认为咱们写的这个 头部添加是没有问题的 好 头部添加 也就是说头插法跟尾插法都有了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不是这样的特殊情况 而是在任意的指定位置 据添加元素的时候 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工作 那看一下 我们定义的这样的一个函数形式是什么样的 首先接收的第一个参数是指定位置 第二个参数代表的是要网店表当中添加的那个节点所保存的数据吧 那这个时候关于 关于这个pose参数 关于这个pose参数就有了一个说明了 那这个pose参数的话咱们怎么去定义呢 这个参数是不是你可以去指定啊 我们说的这pose指的就是下标 从电表的第一个圆 第一个位置 第二个位置 第三个位置 由你来定义 那咱们说为了符合之前的所有数据结构的类型的话 就包括像链表一样 那我们这个pose这个坐标也从0开始去索引 也就是说pose是从0开始的 它的起始 从0开始 然后紧接着我们再看一下 当我pose这个位置指明 比如说我现在要insert一个东西 一个数据 然后这个数据呢 我说是从2 然后紧接着 比如说添加的是100 那咱们定义这样一个使用方式的时候 我们现在说的是在2这个位置上去添加元素吧 那回过头来看一下 按照从0开始 0 1 2 对吧 那我们要把这个新的节点给它添加到2这个位置 也就是说应该添加到300之前吧 对吧 应该添加到300之前 也就是说添加到0 1 1这个下标之后 2这个下标之前 对吧 那看一下这时候的话 咱们怎么来去做 咱们怎么来添加 怎么来添加 它所达到的最终效果应该是前一个指向新的节点 新的节点的下一个那个区域指向后面这个东西 这是咱们最终达到的一个效果吧 insert 我们现在是在2这个位置上去添加400 做的是这样一句话 那这时候看一下 我们要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的话 应该怎么来改这个链接呢 怎么来改这个链接 当前400这个是一个新的节点 是节点node 这个节点是node 然后我们要做的应该是 想一下 我是应该是让2号位置的前一个也就是01 1这个位置上的节点的那个区域指向我的node吧 对吧 然后让node的那个区域指向下标2所对应的这个位置 没错吧 对吧 那你想了 那这两个链接谁先去改变 也就是说我们再往里面操作的时候 应该还是先改变新节点的这个node区域 对吧 保证原有链表的所有节点关系不打断 先改变新节点 改变新节点之后 我是不是再去改变原有链表当中的这样的一个链接关系啊 对吧 那好了 看一下 我们知道了 找到位置之后链接改变的关系 那我们现在一上来的话 是不是应该得先找到这个下标所指的位置是谁啊 对吧 我得先找到他吧 那好 这相当于是一个便利吧 我们比如说还拿着current来走 从头开始 current那天在给大家讲的时候 我们告诉大家 是不是可以把它理解为游标啊 游动的标识吧 那大家在看别的书的时候 还有把它叫做指针的 还有把它叫做指针的 指针这个概念是因为在c语言当中 就有指针的指针的这个类型 它所代表的恰恰就是地址 所以我们看一下 你把它叫做游标也好 叫做指针也好 指的都是一个意思 然后我们看一下 把current从头开始 这是第零个位置 第一个位置 第二个位置 对吧 这时候当我把游标指向了二所指的位置之后的话 看一下我怎么来操作 想一下怎么来操作这个过程 我现在要在这个位置上面 也就是说在一跟二之间这个位置上面去添加元素 那我们刚才说了改变的应该是二这个位置的前一个位置 对吧 也就是二十这个节点 要去改变它的指向 对吧 那这时候如果说我们去把current往后移 移到了二 也就是三百所指的节点的时候 我们还能操作前面这个节点的nice区域吗 还能操作它吗 还能操作这个指针吗 不能吧 也就是说我必须让我的游标再去移动的时候 得移动到二所指的位置的前一个吧 也就是说必须指到一这个位置上之后 我才能操作二十这个节点 也就一号位置上的这个区域吧 nice区域 对吧 那所以也就是说咱们在移动的时候 必须要移动到前一个位置 既然要移动前一个位置的话 那这个时候我们又把这个游标的名字给改掉 当然大家也可以直接去使用current的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为了大家理解 也就是说现在代表的是 我移动到指定位置的前一个元素 我们把它叫pre 移动到前一个位置 那之后大家再去看别的书当中 也有把它叫做prior 也是因为单词前一个的去意思 来看一下 现在我们不使用current 把它忽略掉 一开始还是在pre 从hide开始 找到零 找到一 是不是现在找到一 我就要停止了 因为现在pre这个游标代表的就是指定位置的前一个元素 前一个节点 那找到pre之后的话 紧接着要做的就应该是 看一下 紧接着要做的应该是改变新节点的next区域吧 那这时候改变的话 怎么来写 node.next区域 相当于我要处理新节点的next区域了吧 那让它指向谁 指向谁 pre指的是这个节点吧 我应该让next区域指向300这个节点吧 所以这300节点是谁 是不是就pre.next区域 对吧 所以pre.next区域 这是pre pre的next区域 是不是就指的是300啊 所以我们让 node.next区域 等于pre.next区域 是不是指向它了 然后紧接着的话 下一句应该做的应该是什么样的 让pre.next区域 直接让操作pre.next区域指向400吗 你想如果是pre.next区域等的node的话 那代表的是这个指针去指向了400吧 比如说这个游标指向400 那真正pre所指的这个节点 是不是没改变的 我们要改变的应该是pre.next区域 指向400吧 所以底下这句话应该是pre.next等于node吧 对吧 这点要清楚 如果你操作的是pre 那就只代表的是这个东西 它单纯的只是一个游标 你把它指向400 那pre所指向的这个节点根本就没有动 真正的我们要改的是pre所指的这个节点当中的 next这个指向的游标 对吧 所以那这时候我们就知道了 一上来的话应该是构建一个pre这样的一个指针 从头往后去移 所以我们一上来 先来看 一上来 一上来的话 我们先定一个pre pre应该是从谁开始 还得是从头吧 saf.hide的 saf.hide的 对吧 这时候代表的是pre等于saf.hide的 也就是指向了第一个节点这个东西吧 然后紧接着 看一眼 有没有人误区说 我写的是saf 呃 我说这句话 我把它拿过来 pre等于saf.hide的 这句话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咱们等了一点 还是那天 pathon当中变量那个本质吧 先看右边的话 它相当于是取这个 取这个东西吧 也就是说 我在等号右边的是相当于 我要去使用它 所以第一步应该去找到saf.hide的 这个变量 它所指的东西是谁 对吧 所以这时候通过saf.hide的 我去找到 它指向的是这个 这个对象吧 就是这个节点 然后紧接着等号代表的意思 就是说 把这个节点的位置 复制给我新的pre吧 也就相当于让pre去指向这个节点吧 所以不要理解说是pre等于saf.hide的 那就是pre指向了hide 不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啊 这点是大家要清楚了 然后紧接着 指向了hide之后的话 我就开始应该让它往后去移动了吧 所以我们又要的是 while一个循环 开始往后移动 那这时候要想一下 移动的过程当中 我们怎么让它停下来 怎么让它停下来 这时候是不是又得去数数啊 想一下 我们现在是不是又得数数 要数到2这个位置 我现在就得从0 这代表一个位置 然后紧接着 往1往2 是吧 也就是在我移动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有一个变量去记录我数过的数啊 所以我现在又需要有一个count这样的变量了吧 所以加入一个count 我们让它还从0我们让它从0开始 我们让它从0开始 这时候的话看一下 让count等于0 那紧接着做的就是条件应该是什么样的 条件应该是什么样的 对吧 我们刚说了移动的时候 是不是得移动到pose所指位置的前一个呀 那也就是说我在去判断的时候 应该是count这个变量跟pose它的前一个位置 也就是pose减1相关吧 对吧 我让count跟pose减1来进行比较 那这个比较的大小关系怎么来确定呢 怎么来确定呢 这时候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一开始一上来没进入到循环体的时候 我count是不是已经等于0了 然后紧接着看一下 这时候count等于0 pray只向的是头节点 然后现在pray肯定没有到达1这个位置上面来吧 所以我在循环体当中应该做的是 pray移动一下 count是不是加1 对吧 count加1 count的加1之后的话 来看一下 此时我数的是不是就位置1 数到位置1之后的话 我现在是不是就应该停下来 再去往后移动的时候 经过的这个条件判断 是不是不能再符合了 那你想 这时候 我应该条件怎么来设置呢 也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判断的是 count 如果说小于 先按大家说的啊 如果是小于 等于的话 是这个条件吧 那我们来判断 一开始没进入到循环体的时候 count等于0 pray只要头头 然后 呃 count等于0 是不是不等于2-1 对吧 pose现在是2吧 2-1应该是1吧 然后count 0 0是不是小于等于1 所以我进入到循环体当中 然后循环体 咱们要做的工作 应该是往后移 往后移操作 应该还是 pray等于pray.net吧 对吧 然后count 加等于1 这两点 或者说我把这个写在前面 跟之前大家在写的 便利的这个 count加等于1 current current 是一样的道理 现在我只不过是把current 换了一个单字 换成pray了 所以这两步 数数跟后移 还是这样的操作吧 所以一进来的话 count 我先给它加到1了 等1 然后紧接着pray 等于pray next 是不是指向到这了 指向到这的时候 count是不是等于1了 然后我们来看 count等于1之后 我是不是进入到循环条件判断 count此时是1 1是不是等于2.1 那也就是说 我是不是还符合条件 符合条件 这时候意味着我count的数 要加1到2了吧 pray是不是又往后移 跳过去了 对吧 那所以我们的条件当中 是不是不能包含等于啊 如果不包含等于的情况下 你想去条件什么样的 第一次循环之后 count的数以1 pray只向的是1这个节点 对吧 然后紧接着 我进入到循环体当中 count等于1 1是不是小于2.1呢 不是吧 所以我条件不是不符合 不再往后去移了 那这时候指向的 停到的这个位置 是不是就是1这个位置 上来 所以当循环体退出之后 我们把它补充上 当循环退出后 当循环退出后 pray 指向 pose-1 位置 对吧 然后那这时候也就是说 我们要找到的前一个节点 已经有了 找到前一个节点之后的话 要做的是不是就这两步啊 刚才已经说了吧 所以我们拿过来 也就是说 先去改变 node节点的 next区域 让它去指向的是 pray的下一个吧 所以是node点next 等于pray点next pray点next 然后指向之后 我再做的应该是 让pray所指的 指向我的节点 所以就是pray点next 等于node吧 pray点next等于node node我们还没有创建呢 在这个位置上 我们给它创建一个 node等于一个节点 我们要补充的 应该是item这个数值吧 所以node有了 这时候看一下 经过这几步 我们是不是能够完成在 指定位置上面去添加一个节点呀 好 那这时候又要考虑 特殊 特殊情况 我们必须要考虑特殊情况吧 要考虑关于post的特殊情况 那post的特殊情况 咱们怎么考虑呢 看一下 既然post是让实用人去写的 那他是不是可以任意去写啊 那如果说 用户传过来的这个post 它是小于零的 有可能吧 传过的是复数吧 那好 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 咱们不去支持 关于历史当中 复数代表从或网权属 这样的东西 我们就认为 你post就应该是确切的 从零开始的自然数 那这时候的话 你传一个复值 那我认为你应该是在 头节点还以前要插入 那也就代表的是 头插法吧 我们就定义这样的 如果你post指的是小于零的 那我就认为 你跟零是一样的效果 既然是零 也就是说 在头部去插入一个元素 看一下 这是零这个位置上吧 我在零这个位置上 插入一个元素 是不是就刚才 大家所写的这个头插法呀 对吧 那所以我们就这样去定义 如果说你的post 是小于等于零的 那我认为 你要在链表的最头部 去添加元素 所以就执行的是 投插法吧 我不用再写了 直接写函数数可以 直接把item添加进来 代表的是投插法 然后再有一种特殊情况 post的话 他如果说 这个post指标 给我传过来的 要比我链表 原有长度 看一下 原有的链表 只有三个节点 那也就代表的是 零一二 对吧 如果你给的这个坐标 要比二还大 是不是指的是 要抽出链表尾部 去找位置啊 那么我们就认为 你最终要做的 就是在链表的尾部 去添加 所以这时候 如果post要大于谁 想一下 最后的这个尾 尾节点的坐标是谁 是不是长度减一啊 对吧 长度我们是不是已经给了 lens有了吧 所以是不是可以去判断 self.lens 他去减一 是不是代表的是尾节点的 这个东西啊 如果说post要大于等于最后一个节点的 下标吧 这个操作 是不是跟lens当中 咱们操作链表是一样的 一样的这个计算方式 如果他要比这个还要大 或者等于他 也就意味着我们要在尾部添加吧 好 那这时候有一点在哪 我们是不是要包含等号进来 要包含等号进来吗 如果包含等号进来的话 也就是说零一二 二是不是现在就是尾节点的坐标 如果我在二这个位置上去添加 我们刚才已经给大家分析了吧 他添加最终的结果 是在二之前这个位置上 对吧 也就是说在原有的二 跟一之间添加进来 最终添加的这个节点 其实并不是添加到链表的最尾部了吧 对吧 那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当中这个位置上 是不是不能包含等号 对吧 比他大之后 我才认为你是尾节点 所以应该是sif.open的吧 我们写的给插法 不用再写 直接去调用 除此之外的所有情况 就包含在我们刚才所写的这几段代码当中了吧 好 那这时候 咱们关于在指定位置添加严肃也写完了 咱们来验证一下 执行到这一步的时候 当前的状态应该是8 123456 对吧 然后我们在这个位置上面 要给他添加 insert 添加一个元素 在哪个位置上面添加呢 咱们可以试一下 我现在去试验一下特殊情况 我给他传一个负1 可以吧 负1代表是在最头部吧 我这时候给他添加一个9 到这一步的时候应该是 98123456吧 对吧 好 然后我们再去测试 比如说这是012 我还在2这个位置上去添加 那最终添加在应该是12之间的位置上面吧 对吧 我在2这个位置上 比如说添加一个100 那这时候应该形成的效果应该是 981 然后100吧 23456 对吧 再去验证一下 在最尾部的时候 当前是012345678 8个吧 我比如说给他到10上面去添加一个200 那也就是代表在最尾部吧 所以应该是981 100 然后23456 最后有一个200 对吧 所以我们来验证一下 哦 刚才是在 在这个位置上判断是吧 我根据这写的 那按照这方式 是不是写到3就可以了 0 1 2 3 对吧 这时候在这 很亮 好 那这时候 我们在每一步的插入的时候都便利一下 这时候便利一下 这时候便利一下 看一下 便利之后我们没有给他打印一个换行 那所以我们在便利的时候给他补充一个换行 这是不是就换行 杠人也是一样的 来看一下 是不是咱们写的这个效果 一开始的话 这个是travel travel travel 三个 98 98123456 对吧 然后紧接着在12之间有一个100 最后在6后面有一个200 对吧 所以这时候也代表咱们在指定位置写完了 对吧 谢谢